卡特博士建议做一次超短空间的跳跃 跳进前方的气体云里面去 舰长担心超光速引擎会过热引起爆炸 但是现在也没有其他办法 只好硬着头皮让卡特博士去执行吧 卡特博士赶紧调整了飞船的能量水晶 启动后飞船马上开始了跳跃 卡特博士没能站稳头撞在的墙上晕倒 他醒来之后发现飞船真的跳跃进了气体云 敌人的攻击也停止了 但奇怪的是 他找遍了整个飞船也没有发现一个人 他尝试开启超空间引擎跳跃出气体云 却失败了 又冒险尝试排出飞船里的气体作为推力飞出去 还是失败了 现在飞船卡在这里出不去 也无法和外界联系 卡特博士已经无计可施了 他陷入了绝望 就在这时他突然听到了有人在唱小星星 转头一看果然有个小女孩站在那里 还邀请他一起玩 卡特博士以为是自己脑袋受伤产生了幻觉 没有理他 但他却又不停地出现 并变换成卡特博士的朋友 亲人跟他聊天 听他讲地球上那些有趣的故事